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昨天出现了期货的突然的下沙 今天我们就涨回去了 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件事情 其实这12天来这个高点 这12天这大概有12天 123456789101112 13天这12天 这12天来其实台股就维持在哪里 10350点到10550点之间 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高档震荡 这是指数的部分 你看起来是像在高档震荡 可是这12天内容真的很不一样 为什么说这12天内容不一样呢 如果你做对股票 你会赚钱 你做错股票可能赔死了 为什么跟各位谈这个东西 你看这12天台股就加权指数而言 停留在10500点附近 但是这12天 我们的台股 从我买进去的122块 涨到了144块半 这一段期间一张 我的价差是22块 我们参与了除全席 那全值大概11块 所以我的成本降到了111 这是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是台股的部分 这12天我的台股是这样走 我们一张的价差22块 可是这12天如果你买错了股票 大宇知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这12天你推回去这一天 它的高点是108 最近的低点叫78 今天收盘86 你这12天 如果你跑进去抢进大宇知的短弹 这个跌升 从264块跌下来跌升反弹 从108块跌到剩下78块 今天低点 今天大宇知的低点 78块 好看到了 也就是说这12天 如果你跟我一样买进的是台股 我们股票可以从122涨到144 一张价差22块 可是这12天 你跑进去抢进大宇知 从108块跌到剩下78 一张损失30块 所以我说 加权指数好像在高点在震荡 但是做对跟做错差很大 差很大 同样逻辑 这几天我们的杰敏 6525的杰敏 在除完息之后 这12天是这样涨 涨到今天 我告诉各位 你看起来是这样 如果我还原权指 我们的杰敏 创新高 我还原权指 我们的杰敏 已经开始准备创新高 准备创新高 好 杰敏从我们出完息之后的成本 58块到今天的最高点 来到66块半 今天杰敏高点是66块半 58块到今天的66块半 我一张的价差 8块半 一张的价差 8块半 但是这几天 12天你的做法 假设 你跑进去买 红杰克的补涨 12天这样走 你退回去 他的高点是72块 今天打到62块 如果这12天 你买进我们的杰敏 我们的成本从58块涨到了66块半 好 涨了8块半 但是你看到文贸大涨之后 你跑进去强短红杰克 因为文贸涨 大家都说红杰克会涨 结果从72块跌到 剩下62块 10块钱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跟各位比较 原因在哪里 是在于很多人做股票 往往就是技术面判断 哇好棒哦 有没有 技术面判断 你完全不考虑基本面 你看长红棒好棒 隔一天冲进去买 72到现在剩下62 我不是不懂技术分析 我民国77年进入股市 我非常懂技术分析 波浪理论是在民国 79年80年那时候出来的 我看过波浪理论的二次预测 我跟各位谈过 那后面我还是回归来 我觉得应该从基本分析着手 否则很多时候 你常常会受伤 所以我常在讲说 做股票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但也没那么简单 为什么没有那么复杂呢 很多人以为做股票 好像很困难不困难 这个不困难的原因是 你要懂得你买进的股票 它是属于什么产业 而这个产业未来具不具备趋势 这个所谓向上的趋势 那现在我买进去 它的价格跟我们的价值的判断 有没有脱离价值衡量 对吧就很简单的概念嘛 但是我说也没那么简单 是因为大多数人 比较简单的判断什么 因为多数人会喜欢 用技术分析去判断 因为技术分析比较简单 相比基本分析而言比较简单 因为基本分析 你要研究很多的产业面 跟个股的趋势 这种个股它具有的竞争力 未来的杀手机产品在哪里 它的未来爆发力在哪里 所以我常在讲说 很多时候投资朋友 大概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某某人告诉我 这次股票往上涨 苹果派 苹果派 一个苹果派你就跳进去 好棒 这是利利 利利在前天是拉涨停满 苹果派 然后开高走低 一路跌坏 我只问你 利利今天要赚多少就好了 提材性的股票当然会涨 像最近的光学股就很强 本周是光学股的天下 我刚才讲到的台郡 解敏 甚至包含我买进的自身 我们从64块半买进的自身 它最高送到72块9 我一张是赚8块 我带会员赚8块 今天的自身至少都还停在什么 71块左右 70块半左右 但问题的重心点是 很多时候在投资朋友在做股票的时候 他们不是重点 因为最近的重点哪里 这亚光 这个礼拜应该这么说了 这两个礼拜以来 涨得最凶的叫亚光 亚光为什么那么厉害 因为第一 六月份 他的获利大概三毛二 六月份赚了三毛二 大家好兴奋 因为亚光转亏为赢 而且最重要的是赚钱了 然后亚光就开始往上拉 其实亚光 他的背后因素在于什么 车用镜头打入Tesla的供应链 这是一个很重要关键点 今天有很多人问我 老师那个光学股可不可以追 我跟各位报告 亚光涨有理由 因为他六月份赚了三毛二 今年至少可以赚到三块钱 我跟你评估过 那你现在买进去 你的风险有多大 你可不可以给他30倍的本益比 就是这样的概念 可以 我同意啊 因为他如果具有成长性 打入Tesla Tesla的Model 3要什么 要开始量产 对亚光当然是受益的 第二个部分 今天二线的光学股也上来 今天很多股票是往上走 光学股 先进光涨平板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他第二季赚了六毛多 第一季亏损一毛一 第二季赚了六毛多 转亏为赢 至少他转亏为赢 今天跳光涨平板 我不管你价格有多高 但至少人家是转亏为赢 但我不能理解的就是 有些股票明明第二季亏损 上半年亏了九毛七 我不知道你再怎么去追的 阳明光早盘一度要攻到掌停板 尾盘杀回来 这档个股上半年是亏损了快一块钱 题材没有 车用镜头跟它无关 先进光还车用镜头 那个嘉宁是车用镜头 车用镜头 亚光是车用镜头 那阳明光跟谁有关 什么都无关 就是一个炒作 带了一个光字 你就很敢追了 我常常在想说 为什么这样一个结构出来之后 我当然当这些光都出来之后 我就把我的亚太卖掉 就这么简单吧 我们的亚太在今天卖掉 澡盘把它卖掉 杀回来 澡盘卖掉就杀回来 因为我看到今天的好多光 莫名其妙的光都在往上涨 那我就知道短线过热了 但是这也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投机力很旺 当投机力很旺盛的情况之下 那代表下个礼拜 台股就很好玩了 好 我先跟各位谈这个观念了 好 我们不谈这个东西了 这个是观念性的东西 因为我今天要跟各位 谈一个东西叫做 父亲节的惊喜好礼 8月8号就是父亲节 辛苦的爸爸们 那这个和蔼的妈妈们 那我给各位一个好礼 就是你加一块钱 让您吃到饱 你打电话进来恰讯 有绝对意想不到的好康 好康的事情 好 光学股上来之后 其实今天又有人问我TPK 我今天怎么看TPK 跳工厂你满 TPK终于补涨 我跟各位谈过 TPK就是补涨而已 主角在哪里 主角在6456的夜城 我们今天的GIS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大涨5个百分点 创下历史新高 来到316块 我什么时候买的 7月12号230块 我买进去就跟你讲 我在Lite 8上面推荐是 也是在当天 在隔一天 就240块左右 我推荐给你 到今天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 跟我会员一样 报到现在 从230块 报到现在 这个316块 我一张的价差 86块 我没卖 我两组会员进去 我抠讯都没有卖出 好 那为什么我可以赚86块 我其实我赚这86块 赚的是 我跟各位谈了 你现在看到我是赚钱吗 我不是要告诉各位我赚钱 我要告诉你我的心路历程 260块 也插证券 插村证券 告诉我夜层涨高了 可以卖出了 所以会员打电话进来 老师 外资降频 野村报告说降频 我们要不要停利 我230块买的 我260块卖 我可以赚 30块 对吧 有会员打电话来 我说不要理他 外资是个 PQRS 外资是个 PQRS 我常在想说 为什么很多人 会很在意外资的看法 我在意的是 我买进这样个股之后 它未来具不具备上涨的潜力 这才是关键点 对吧 听到没有 投资朋友 我告诉你 外资在这边天天卖 野村讲完之后 隔一天外资 给我卖3800多张 很多人吓坏了 又打电话进来 很多会员打电话进来 老师 我们可以把它卖掉 我们赚到钱 我已经很感激你了 你现在更感激我 因为我没卖 你现在更感激我 因为他从230涨到316块 我不是让你赚30块而已 我帮你多赚了56块 我们赚了86块 所以我常在想 做股票其实并不困难 困难的是你的心 你常常会因为外在的因素而干扰 所以我想 我一直在做一个动作 叫做A咖大集合 像是我们之前做日游 做金顶 做文帽 这些我们都获了结了 然后我们的夜城 是不是A咖 至少比你TPK来比的话 是A咖 台郡 他就是软板的A咖 包括我们最近布局的上 他就是机器人的A咖 所以我想下个礼拜 我们还会有一些布局的行为 欢迎各位能够跟上来 那8月8号之前 这个专案是在8月8号之前 父亲节惊喜好礼 特别活动 加一块钱让您吃到饱 打电话进来下询 谢谢您接受看 明年同一时间 再见 拜拜 拜拜